接下来是国际各大爆头条 我们首先带你看到的是华盛顿邮报 针对美国国安局大量搜集电话记录 美国皇盛顿联邦地方法院开出了第一枪 16号在一份长达68页的裁决书指出 相关行为违反了美国宪法 如果这项裁决生效的话 未来美国政府没有经过许可 不再能够监听民众的电话了 好 针对民众在隐私上也有很大的保护 只是能不能运用在社群网站上面 效果就有待评估了 现在社群网站竞争激烈 像是Google跟脸书 为了要确保旗下平台的许多线上资讯 包括照片 包括影片 游戏等等 用户可以流畅使用 甚至不惜建立海底跟地下电缆 或者是读用光纤建立自己的网路硬碟 相关的措施却引发了电信公司不满 担心未来电信公司恐怕沦落 成为光纤制造者而已 你看到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好 世界不断地在改变 尤其他的出现 罗卯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方济各16号把梵蒂冈委员会里的 一位常对堕胎跟同性婚姻 大放厥词的书记主教换掉 这个举动是大大凸显 教宗想要把梵蒂冈委员会 变得是更有包容性 国际纽约时报的报道 好 同样也要改变漏袭 英国药商格兰素史克现在表示 公司将不会再付费 让医生推销自家的产品 未来业务的报酬跟医生开药数量 也没有任何的关联 这将有效地停止药商 两种常见的漏袭 因为长期以来很多人都批评 相关的制度带来了不当利益冲突 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